好在我们了解了基本的内存空间分布的一个基本图形过后 那么我们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工具 然后呢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些空间的一个概念 那么对于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求大家尽量要掌握 我们以后啊定义任何变量的时候 你不仅仅要想到我在读 不管你读别人代码还是你自己写代码的时候啊 你其实都在考虑你的大小在哪里啊 然后我的默认方式在哪里 这个也是需要知道的啊 这是当然这是一种 等以后嵌入式开发中呢 我们可能慢慢的技巧性的代码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把某些代码放在一段啊 这个呢也是一种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通过修改这种默认方式 不让他放到放到这个段啊 我们可以自己定一个段啊 也可以呃就是按照系统的某一个已有的名称 我们放进去可以啊 当然系统已有的名称是这个啊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人为的在新的增加一些段名 啊这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内容呢 就是可能需要大家学到阿姆的那些更深层的开发啊 底层的深层开发过后 我们才会理解 好那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工具叫size 啊 呃这个工具呢 应该说他也是帮我们更好的去寻找 比如说我们看啊 size后面跟一个build啊 build这个程序过后 你就会发现第一行的这个第一行中啊 他就是一个字段 其中就包含了你看这就叫代码段 这就是数据段啊 然后这就是未初始化的数据段啊 那么其中就主要包含的是这两个重要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啊 你代码多长啊 代码其实我们倒不在不在乎啊 然后关键是你的这个全局数据段中 我们通过size就可以看到啊 指读数据段呢 其实我们还有个工具叫stream啊 也是一样 然后build 好这个时候呢 他会把这个双引号里的东西给我们打出来啊 当然还打还会打出一些其他东西啊 呃其他东西呢 这个呢 现在可能大家也理解不到啊 这个先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最终的可执行程序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mail啊 就不是我们程序啊 其实我们第一节课就给大家提到过啊 你看我们链接的时候 不仅仅练我们 还练了其他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不对 那其中啊 别人的代码中可能也有些双引号 对不对 他所以说时尊呢 会把它一起一并的给我们啊 所以但不管怎么说吧 时尊我至少能看到这样一个什么 双引号的东西 有没有 所以就是这就是时尊啊 时尊也可以帮我们把这里的字不串 给取出来啊 取出来 好 好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 先说一下这个数据啊 数据空间的问题 好 那么数据空间呢 一旦我们把这个数据放到了全局的过后 那么我们就认为 我们的数据是随着什么 是程序运行时才会分配呢 还是说 呃 就程序这个代码执行了才分配呢 还是说程序一旦运行起来就分配好了 那很显然 那很显然因为全局数据空间跟代码区间之前我们看百分之P都看到他俩挨的什么非常非常近啊 所以其实呢我们可以认为这几个段在我们程序运行之前啊可能内存中已有了 然后你随着运行过程中呢我们占空间实在是不断的什么申请释放申请释放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中啊我们说我们的A 这个A因为是在大括号里面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A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局部变量 对吧 是一个局部变量 那这个局部变量什么意思 局部变量就代表我们在什么 在占空间中 而占空间的给我们的最直观的感觉或它的目的性 我们一定要明确啊 它的目的性非常简单就是什么 就是临时的去存储一个什么函数里定义的变量 当这个函数执行完这个最后这个大括号过后 那这个空间随之而然就什么 你可以认为是消失 但是如果正而八点理解就是出站啊 出站但是在计算机中啊 出站你就可以认为这个A已经不具备什么 不具备被保护的感觉了啊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当我们的当我们假设是内存啊 这内存当我们一旦进入一个函数 假如不是卖啊 比如是一个A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你我们就可以认为系统就会在内存中专门开辟一段区间啊 然后去保存什么A里面的所有具备变量啊 记住只要在这个大括号里写的变量都在我们的站空间保存着 然后呢当我们的什么这个函数执行完过后 那么这里面的空间你可以简单认为它就销毁了啊 那当然肯定是销毁不了 因为内存怎么可能销毁呢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认为就是就相当告诉你 我之前有个指针告诉你 我指在这你可以操作它 对不对 那等你这个函数一完啊 我这个指针指在这 那你你再操作这段内存是不让了 看没有 因为我永远都从指针下面去取 这样不就完成这个这个效果了 对不对 所以函数的局部变量啊 或者局部变量它的一个什么范围一定要清楚啊 它在我们站中存放 所以说函数中我们虽然没讲到啊 但现在就可以提到函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就是局部变量啊 一旦函数返回就失效了啊 这个失效也是经常容易在初学的时候呢 犯的错误啊 就你把失效的东西给别人肯定就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我们局部变量中啊 局部变量中占空间一定要理解到啊 理解到 那么占空间会不会占据整个程序的这几个段呢 就这个程序静态的段呢 我们说这几个都要静态的啊 不会的 因为它运行时才会出现啊 运行时才会出现 而真正能占据程序的这个静态的 就是我们最后可改那个build这个程序的大小的啊 或者这个build这个这个程序啊 运行之前就会分配的内存的主要是这三个啊 主要是这三个啊 也就是说你只读书记载态 换的或者换一号的时候你的双眼号越多 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build里头就要存很多很多双眼号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打印信息不一定非常非常很多 因为你越多其实你的程序的最后的那个 可知性文件的大小是不是也会变得很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这要这要那个有个有个考虑啊 比如你调试的时候 你可以把hello world这种调试信息变得非常非常多 对不对 但最后你发那个发出的那个release版本啊 那么你最后是不是一定要把这样的 相当这样的调查信息尽量把它屏蔽掉 对不对 因为毫无相关的双引号 其实是在不断的占据我们的什么 这个文件大小和最后吃我们这个内存的 所以这个 当然这个呢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通过条件编译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什么 把相关的这些debug信息给关闭掉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这 你看还是一样 我们同样的代码 我们再来编一下 我这呢加一个b 加一个b 那在这个b呢 你看我什么都没有 按理说这样行不行 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只能认为你圈了一块地 然后只能试个 但是你里头放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对不对 放了不知道 好 但没有关系我们来看 我们重新编译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之前的效果 clic size build 之前效果是这样 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重新编译过后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再用size看一下 size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变化中 比较明显的就这个变化了 同样代码中 BSS段从八个字节 就是这个字节 变为了十二个字节 也就是多了四个呗 那这四个是从哪来的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放进去的 那为什么叫BSS呢 其实BSS和data 你都可以认为是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 但这个全局的数据变量中 BSS指的是我们由于什么程序员没有写等号 没有写等号 也没有负值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编译器会自动先把它放为0 因为这样的它编译时候好压缩 所以说呢 我们又把它称为叫未初始化数据段 那么未初始化数据段呢 我们的默认值都是0 其原因就是我们在最后生成那个build的时候 编译器帮我们负的负为0了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它有它的考虑 就是好压缩 把我们那个build的程序变得 没有那么大 好 这是我们的BSS短 那当然如果说我一旦把这个乘域又变了 你看我们又变一下 我让它等一个100 那这个时候它不就负值了吗 对不对 一旦负值过后 一旦负值过后 我们再看一下 size build 之前是12 对吧 12 那我们现在再看看它的size又变成多少了 build 哦 还没编 没有编译 gcc-o build 001.c 随便编一下size build 好 大家看 data是不是多了4个 然后BSS是不是少了4个 对不对 说明什么 说明一旦被负值过后 全局变量一旦被负值过后 那么全局变量就放在哪个段了 叫data段 这个data段呢 我们又把它启名 就叫什么全局初始化数据空间 然后BSS呢 我们叫做全局未初始化数据空间 那局部初始化和局部未初始化变量什么 都在站上 那么它都不属于我们的什么静态空间 所以这个要注意 好 那么当然了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 第一种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这样一个效果 当然还没完 我们再看一下 那么在之前呢 大家可能在看书的时候也看到过 一旦我有一个关键字叫static 这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呢 我们说 一旦在我们的局部变量中 加入static过后 那么它其实就告诉编辑 你这个A 不要再给我放到什么 你看 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默认其实是O2 对不对 原来我们说过 那么O2就是按系统默认值 这个你不管 但是如果一旦我把这个O2的修士符 前面又加了一个static 就不让它默认值了 那么这个时候A就会放哪呢 那么这个A的地址就会把我们放到什么 全局的数据 只是这个全局数据呢 它称之为叫做局部有效 这个有不有效我们先不管 但是我们说说 这个时候它还在不在站空间进行分配呢 就不在了 这个时候它就会在什么 全局空间分配 所以说你看 我们单独写一个硬的A的时候 其实按照默认值分配 就是你如果写在函数里头 那就这样说 如果加static过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A的地址其实就发生了什么 本质的改变 本质的改变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么当然我先把 还是把A的地址打出来 你可以看到 顺便你也可以看看 我们之前的size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先看之前的build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么很显然啊 这个时候我们再编一下 这个时候再看一下size 对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 是不是刚刚刚的代码的一样的效果中 这个BSS是不是多了四个字节 也是int对不对 为啥呢 因为你看 很显然这个A是不是也没有被出示范 但是它放在哪了 它是不是放在了静态的数据端中 你看没有就说实际上在BSS中出现了 那么BSS一旦出现 也就是说这个A的消失 什么时候消失呢 会不会由于这个函数的返回而消失呢 不会啊 因为我再强调 这几个段的消失一定都是什么 整个程序结束 而不是函数结束 可能是我的例子没有写好 就是这个地方写m 如果你是个普通函数 如果是个普通函数 那么怎么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存在了 那有这个普通函数一旦返回啊 这个A还消失不 如果这样写A就不消失 如果说你没有史莱迪克 A的空间就是什么 消失掉了 所以对于C元中 我们一定要理解啊 你读别人代码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到 我在定义它的时候 其实一定要告诉别人 其实有两个属性 如果你不告诉 它有默认 而默认值 我们一定要清楚啊 什么地方用在什么段中 好 这是我们说的 关于这样 这样一个问题啊 这样一个问题 好 当然我们现在顺便把这个 这个史莱迪克 再说一下啊 再说一下 如果说这个时候呢 我又有一个函数 叫FUN函数啊 FUN函数呢 我们当然很简单一点啊 咱们比如说 我们还定义一个史莱迪克 Int AE 然后假如我们先 先给大家讲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 当然我可以 可以给它复制啊 可以给它复制啊 然后我每次都是 拼一下A++啊 好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对吧 反正就是一个FUN函数 然后有这么一个A 然后不断的去把什么 这个A的情况返回啊 返回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也是A 这也是A 那你说编辑器 怎么知道这个A是谁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出现 为什么要加Static啊 Static就告诉你 它只是在局部有效 就是这个大括号里头 这个A有效 而这个出了这个大括号过后 这个A还有效没有呢 就没有效了 你找不到它了啊 找不到它 但是这个A存放的空间还在哪 还是在我们的什么 全局数据段中啊 那么这个全局数据段 那有些时候同学说 怎么区分是不是 怎么区分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我们先这样 我们还是先编一下啊 编一下 看看它的效果 好 那么先size看一下build的大小啊 build的大小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重新编一下 GCC-O build 好 我们再size一下啊 size一下build 好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data是不是又多了啊 没有又多了啊 又多了一个 这是实进制的啊 实进制 所以说又四个啊 又四个 那么这四个原因就这儿 看没有 就这儿 但它A两个都是A啊 那为什么这个负质和这个负质谁影响呢 或者这个A和这个A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它加了史莱迪克过后啊 这个A其实不是A的啊 不是我们叫全局A 虽然叫全局A 但实际上这个A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小的后缀名的啊 我们来看 其中啊有一个命令 我们顺便再给大家介绍 叫NM NM呢 实际上是干啥呢 实际上是查看静态 NM 查看静态空间的一个什么 一个断名的啊 这个断名 断名实际上就是说 呃 你不用全局数 你看这样来说啊 我们写 我们写了一个全局变量 那每一个全局变量 或者每一个代码段 是不是都应该有个标签 那这个标签放在哪个地址呢 哎我们用NM就可以看到啊 当然比如最典型的 我们现在这个代码中 是不是有Mile这个代码段 FUN这个代码段 对不对 那么换句话来说 FUN是不是就是我们这段代码的个标签 那这个代码放哪呢 或者Mile放哪呢 那是不是我们需要去查看一下 而且这两个代码 是不是都应该在我们的代码段中 而代码段 是不是在我们刚才说的静态段中 看没有 哎静态段中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NM用法跟size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build 看一下灰测 呃 非常好看啊 其实第一列就地址 16进址的 第二列是它标签 这个我们先不看啊 然后第三列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标签啊 这个标签是指的那个标记啊 标记 呃好 然后大家可以看 你看FUN和Mile这个标签 出来没有 出来了 看没有 出来了啊 出来了 但我这呢 不想了 因为我们现在 C元不是为了讲这个啊 等以后大家学那个 具体系统的时候 会学这些东西啊 我们先来看这个A 这两个A中啊 后面都有后缀 一个1702 一个1708 看没有 这两个后缀 其实呢 C元编辑来区别 到底是FUN的A 还是Mile的A 看没有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其实这个地方 访问A 可能是访问A点什么 1702 对不对 而这个A呢 可能是什么 要那个下一个值 对不对 下一个值啊 所以说这样来看呢 这样来看呢 就说对于我们这个地方的 全局数据段 我们要有个理解啊 那其中全局数据段中 只读数据段中啊 我们的什么 这个SATIC SATIC 是我们这个数据段中的一个什么 相当于显示的一个符号 也就是我把一个变量 默认情况下 你默认情况下 你放在大括号里面 对不对 一旦放在大括号里面 默认就是赞 但是我只要加了SATIC 过后 那么就是变成了什么 全 变成了局部的全局数据段 只是说它的访问范围是局部的啊 但是最终放 是不是还放到全局段中 还放到全局段 还占据我们什么 整个程序的代码呀 或者是那个本件大小啊 都会占据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关于内存分布 需要注意的第一组事项啊 就是通过SATIC 以及我们占空间和全局数据段 和未数值化数据段之间的一个 最典型的区别 好 好